荷兰政府在10月8日宣布 计划再购买9架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F-35战斗机 这将使荷兰未来的F-35战机数量达到46架 而这笔交易预计将达到11欧元 根据国防部网站的一份声明显示 这笔采购将为荷兰空军的第三个F-35中队建立奠定基础 而预计的采购费用则为11欧元 据称 该计划是荷兰政府官员于2018年底首次提出的 报道称 预计增加的F-35战斗机将有助于荷兰空军 实现为北约空军提供4架战斗机执行任务的目标 同时 这些F-35战斗机还将执行国土防御任务 并考虑培训需求和维护停机时间 而如果要将荷兰空军的第三个F-35中队补充完整 将需要增加15架F-35战斗机 荷兰希望F-35战斗机取代其原有的F-16机队 而且其邻国比利时于2018年秋季选择了F-35战斗机 并宣布计划购买34架